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呢 我们再讲讲那个燃气的这个问题啊 美国呢 要进燃气灶了 这个让人呢 感到需要请大跌眼镜的 而且呢 这进燃气灶啊 早在几个月前呢 加州就搞过 加州搞过完以后呢 你看这加州是深蓝的嘛 然后下边呢 你看那个拜登 拜登就说了 要进燃气灶啊 然后拜登说完了 进燃气灶的时候呢 网友就又扒了出来了 扒了出来了 就是拜登老婆做饭的时候呢 用着煤气灶去烧 而且用燃气灶呢 如果被禁呢 人家说了有这么一个说法啊 实际上啊 对于做中餐 其实影响相对是比较大的 你要做西餐呢 相对来说 它影响小一点 西餐的 你看它很多时候呢 像我们那个大炒菜呀 大火呀 什么的 油烟呢 什么的都少一点啊 但是这个事的博弈啊 不是简单的一个 进燃气灶的问题 其实进了燃气灶呢 你这么看 第一啊 我们可以看什么呢 美国是天然气的出口国 虽然说现在呢 天然气涨价 各国呢 天然气都紧张 但是美国呢 是天然气出口国 而且呢 美国呢 当年发明的什么 叶炎气呀 叶炎油的技术呢 使得这些燃气的开采 比原来又高 对吧 而且美国的燃气 它还得天独厚 曾经我原来说过 美国的燃气里头 含大比例的氦气 它有些时候呢 都不能说是 开采天然气 开采氦 所以在氦的东西呢 美国是限制出口的 你要做氦气球啊 做我们科学实验呢 要用液氦啊 反正在中国呢 你用了氦 氦气都得回收 美国是不回收的 美国的气球呢 是氦气球 中国的气球呢 氢气球 差别还是挺大的啊 氢气球很危险 容易爆炸着火 海岸就不会了 所以他美国的话 这时候他说要为了 环保净燃气 因为呢 燃气碳排放高 你要知道 天然气的碳排放 和燃煤的碳排放 大约是差一倍 也就是说的话呢 你烧煤的话 碳排放要高得多 然后你不用天然气的时候 当然你说为了碳排放 就更不能用煤了 对吧 你呢 就肯定是变成用电 然后人家说了 电呢 可以清洁能源 但你电的清洁能源 你也看着 清洁能源的比例是多少 同时呢 你输电的损失是多少 而且西方呢 讲的很多能源呢 它都是用天然气发的电 天然气发电的时候 本身热量损失多少 然后传输的时候损失多少 到你这呢 如果再还原成的是热 注意一下 它的这个效率啊 肯定你比直接烧那个燃气呢 要低多了 不是低一点半点 它能降低碳排放的 人家说 我们可能有什么什么什么的 清洁的太阳能啊 干什么的 你看这些太阳能的 风能的 在整体能源当中的比例 其实呢 水电是一部分 但水电的比例 也不是那么高 那上海里头啊 有些国家呢 还有核电呢 核电呢 虽然说没有碳排放 但是核污染 不比碳排放厉害啊 对吧 而且呢 这碳排放呢 是真是假 在世界上就差别很大了 我一直在说 你那个碳的排放多了 有可能植物呢 就长得快了 尤其是在南方的 这些热带雨林 热带雨林的这些地方啊 你觉得这森林空气 特别清新的时候 是什么 它限制植物生长的 不是光不够多 不是热不够多 而是碳不够多 你植物生长呢 要有二氧化碳足够多 我这个质量守恒嘛 植物能长起来呢 就是二氧化碳 被还原了 碳加上吸收的水 大部分的这些植物 长起来的那些东西啊 都是叫碳水化合物嘛 什么纤维素啊 什么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到底这个碳呢 是不是有影响世界环境 这个呢 其实都有争议 所以现在是什么 欧洲要烧煤了 烧煤呢 比天然气碳排放大多了 要燃煤了 所以呢 欧洲人家搞的什么 原来叫的很 想到环保少女呢 变成通俄了 对吧 说是他跟俄国相同 通俄 搞他了 对吧 然后呢 欧洲呢 也不要碳排放了 而原来呢 欧洲讲碳排放的时候呢 美国碳排放全球最高 美国坚决反对 特朗普呢 还退群 就要把这个历史对起来 对吧 对起来以后 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而现在呢 欧洲都不讲了 然后呢 其实使用燃气这个能源呢 比那个用煤又省了很多 美国又是产燃气的 现在美国说了 喂 我碳排放 你怎么怎么着 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的博弈啊 是有故事的 美国这个话呢 是什么概念 呃 背后啊 一方面是什么 他以后呢 会要求欧洲的碳排放了 这是给欧洲施压了 你跟欧洲的 得多买他的燃气 对吧 你欧洲燃煤了 以后不买美国的燃气了 那能行吗 对吧 所以美国呢 为什么拜登要扛这个环保旗呀 对吧 这个碳排放呢 你看原来美国不讲的 现在美国要讲了呢 他要卖燃气呀 他不能让欧洲燃煤呀 所以他要做的呢 你看没有 比原来更过分 他燃气他都嫌这碳排放高 还有一个呢 因素的影响是什么 你现在燃气变得很贵的时候 如果大家不用燃气了呢 电费呢 目前还没涨 你这个美国的通胀数据呢 可以好看一点 所以这里头啊 满满的是利益博弈 像这个民主党呢 也不傻 民主党讲那个国际规则 对吧 特朗普呢 更多的是讲国内的红脖子利益 他要讲国际规则的时候 实际上 美国说这个 他这个燃气灶都要进了的时候 下边你欧洲燃煤怎么办呢 对吧 因为这个买燃气呢 美国是 是一个什么概念 不想让你买俄罗斯的 但是呢 也不想让你不用 美国自己有这么多燃气呢 对吧 美国望望欧洲卖燃气 也是个好赚钱的生意 当初美国还想 一定推广着 让中国去买他的燃气 中国要讲这个碳排放 对吧 所以现在呢 原来的话是 欧洲搞他的时候 现在美国就扛旗了 而中国呢 那时候讲什么碳排放 讲什么 讲为那个蓝天 要改上燃气的 我一直说了嘛 那工资废财 搞这些事 现在中国呢 其实我们也看见了报道嘛 那个改成燃气的时候 老百姓取暖 对吧 你一方面呢 如果燃气价格上涨 那很多呢 老百姓啊 收入低的烧不起 你要说燃气不涨 那么呢 供应又有限 你看现在呢 河北的很多省市呢 开始限期 而且限的时候啊 更多的 像什么 我就说 好多时候受损的 都是弱势群体 强势的能搞着 对吧 核心城区的 供应有保障 农村呢 农村到底供多少 是不是受冻了 对吧 农村呢 现在当然了 有些地方也开始烧煤了 但是这个烧煤呢 好像也就是说 一个疫情啊 特殊情况的 全疫之际 以后呢 可能还要回到燃气 所以把这都看一看 这极端的环保背后啊 是什么样的利益博弈 环保 保护环境呢 一方面是人类的大目标 另外一方面呢 私货也特别多 而且呢 环境呢 是公共的 全球的 这个博弈里头啊 非合作的 纳什均衡也很多 各国的利益诉讼也很多 这个环保里头的 国际利益诉讼 是特别多的 因为本身环境 就是相通的嘛 它那个国际利益诉讼 国际义务 以及呢 一些科学的认识 都是有关的 所以对于环保啊 咱们要更全面的 认识一下 现在呢 反正是拜登这个举动 我们也会知道 为了利益嘛 美国呢 从来都是变连很快的 对吧 原来呢 从这个 对反对这些碳化 部队什么什么的 现在他要搞了 要搞呢 其实咱们这个 标准还要统一统一 大家都按照一个标准 搞美国的碳排放呢 比欧洲都要多好多 比中国是好几倍 原来比较早的数据啊 美国是大概是 19吨 欧洲8吨 中国呢 几吨 自5吨 那个差不多这么一个状态 要把这个呢 都看看 而且我一直说了 你对于工厂区 生活区 办公区 你的排放肯定不一样嘛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 你相反呢 你应该按理说 应该更多才对 把这个逻辑都看看 以后呢 对环境问题啊 可能大家就会有更深刻的理解了 谢谢 今天这个话题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再见